嗨,大家好,我是卡卡的老吴,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期Notion的教学 那么Notion我之前有做过一期影片给大家介绍过 那我一直是在运用Notion来去做我的影片的一个排播的计划 以及我很多知识体系的梳理 有很多朋友居然说我在我上一期影片里边提到的 我自己做的一些模板,非常好看 希望我手把手教大家来操作怎么样去做的 我还真的是挺意外的 因为我没觉得我做的这个模板非常好看 但是至少非常完美的满足了我的需求 因为Notion这个软件确实是像我之前给大家说的 能够非常有效的提升我们整个团队的知识的共享 以及进度的把控 然后它又支持多平台实时的更新 让大家永远都处于在一个同样的节奏上 所以我今天就给大家带了一期手把手的保姆级教学 来教大家我是怎么做我们新频道的排播的Notion页面 我是怎么做我们频道的知识体系 影片的最后我会把我的这一期做的Notion的模板分享给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的话 大家记得看到最后 我是卡卡的老五 在影片开始之前 还请大家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多多支持 您的点赞和订阅 就是帮助我们出更多干货最大的动力和支持 非常非常的感谢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好我们来到电脑上 首先是Notion的安装 我们打开Notion的官网 就可以在下面 Try Notion Free 就是免费的尝试Notion 其实Notion它的免费足够我们大家用了 足够了 我从来没有在Notion上花过一分钱 然后另外其实也很有趣 就是因为我最近也是在学英语 所以我刚好有一个教育的账号 就是EDU结尾的学生邮箱 那么用学生邮箱 它会突破一些普通人个人邮箱的一些限制 所以你恰好是学生 或者是你恰好有一个学生邮箱 那么你用学生的邮箱注册 会有更好的体验 其实不影响使用 完全不影响使用 我们简单安装之后 点download 然后选择你的系统 简单安装之后 然后再去进行一个登录 然后就可以有我们Notion了 今天我一起带大家做一个 我的频道的一个排播计划的 一个Notion的页面 可以看到 首先在这里面有一个频道的banner 然后频道的logo 然后频道的名字 然后下面是有一个我们频道的一个排播的状态 你可以看到就是计划中的 是第13期是哈利波特 然后正在剪辑的是一个小狗狗的一个视频 然后正在运营中是一个Spiderman 然后数据分析是要等到这个视频上线一周之后 然后后面是所有进度完成的 从第一期一直到第9期 然后包括有一个频道的宣传片 然后再往下先看右边 这里是我们一个频道的一个排播的一个计划 就是频道什么时候上线 我们往前看 从最开始频道第一期更新是9月15号 更新了第一期 第一期是一周双更 然后之后是保持每周六更新一期的一个节奏 然后中间加了一个频道的宣传片 然后一直到现在 然后左边是我们频道经常会用到的一些重要的一个知识体系 首先我经常跟大家说的你在做频道之前最重要的你要先做好频道定位 包括你的频道名你的slogan 然后你的目标用户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他们有些什么共同的特点 然后你的频道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然后包括我们的频道的价值观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以及人设对标频道 然后商业模式 这些基本的一个频道定位 然后你会看到我频道定位前面有个小三角 就是任何一个东西我们都有给它进行一个规律总结 当你不想看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只要把它关掉 就很清晰 对不对 然后当你想看哪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把它打开 然后打开之后就是这样一个标格 非常的方便 然后频道矩阵是我们各个平台的一个账号 这个里面涉及到一些账号和密码 我就不能打开了 然后之后是我们一开始做调研的时候 就是我们做的一个对标频道的一个调研 就是这些频道都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对象 然后有订阅地址 这个订阅地址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地址 大家可能一般不知道 最后后面的一个问号的违缀 当大家点击进来 如果你是一个未订阅的状态的话 它会自动问你是不是要订阅 这个比一般的订阅地址要好得多 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如果说你直接点击了它的话 那么我现在是一个subscribe的这个状态 对吧 那我现在看 就是进到频道页 没什么稀奇的 但如果我把它取消 我取消订阅 对 然后把它关掉 然后我重新点击一下地址 你会发现 它进入到的这个画面之后 它会首先问你是不是要订阅 对吧 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 会极大程度上的提高你的一个订阅的状态率 那我们就点订阅 好 然后你会看到 当你用户没有订阅你的频道的时候 他会看到我们的这个频道宣传片 所以在你的频道后台的时候 你怎么去设置你的新用户看到什么片子 你的旧用户回来之后看到什么片子 这还是一些有一些很小的一些技巧 OK 然后回到这个Notion里边 然后之后是我们的频道的一个变现的脑图 这个是我对频道的一个规划 一共分为6种变现的方式 然后每个都是怎么去运作的 当然变现是需要一个积累 一个粉丝的积累之后的事情 再往后就是我们去打广告的时候 广告组的一些关键词的一些调研 然后当然你以后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全都可以加到后面 那么我觉得Notion 比起传统的不管是trello 还是Evernote这种笔记类的工具 其实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它把这些功能集合在一起了 一个Notion解决了其他所有的功能 比如说进度的面板 你相当于你整个频道的进度 全都通过面板就把控了 对吧 然后如果是尤其是多人配合的话 你会看到我们这是一个团队的配合 可以在这里看到我们现在是三个人在共享这个面板 然后你可以在团队内分配每一个人不同的工作 然后我们点开每一个具体的卡片 比如点开这个SpiderMan这一期 然后点开它之后 我们把它打开大一点 你会看到这一边左侧有写的标题 有描述栏 这是描述栏所有的信息 然后这都是做过SEO优化的 然后右边是标签 然后如果说看我自己的频道 跟现在的刚才你看到Clay的频道 还有一些不一样 看到我的频道 你会看到我的在除了标题 描述栏和标签 我会把一些本子写在这里 对吧 那么每一个频道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Notion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完全 几乎可以是完全自定义的一个定义 一个优化 根据你不同的需求 来去自己组建一个 最适合自己的一个频道的一个模板 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我知道Notion它不是完美的 它绝对不是完美的 但是比起现在我见过的市面上的所有的软件 尤其是免费的软件 我觉得在这里边它真的是独一无二 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么我们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面板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功能全都放在里边 然后大家可以一步一步跟着我一起做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面板 首先我们点击这里的private 然后这边有个加号 添加一个页面 我们点这个新建一个新的页面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用很多系统自带的模板 其实系统自带模板已经足够的很丰富了 比如说读书的list 我会看到还有好多的数据是不是 然后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可以在上课里边做的一些notes 然后比如说如果你在求职的话 它有一些你透过什么简历这些 然后包括有很多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其实我觉得notion它的模板做的已经很人性化了 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基础需求 直接选择这边你对应的模板就可以直接用了 今天为了给大家演示很多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从零开始来做一个页面 我们就随便点个空白的地方 就回到我们刚才新建的空白的页面了 我们就输入我们旗下新运营的一个频道 叫link cab 然后我们页面上面我们想加一个banner 让它更好看一点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添加一个cover 然后点它 点它之后 它就系统默认给你加了一幅画 就明显就好看多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来改变它 change cover 点它之后 你可以在系统的系统库里边随便选一个照片 这样 然后如果说你有你的自己的一个频道的一个banner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去上传 点upload 然后选择一个图片 选择一个图片之后 我们来找一下 link cab 然后包装 banner 好 双击 然后这边就在上传了 好 这个banner 我们就上传好了 然后继续 我们想在这边添加一个我们的头像 在这里面点击一个 添加一个icon 就是添加一个图标 然后点它 然后它就默认的给我们添加了一个沙发 还是一个飞机上的沙发 我们再点它 然后在这里边 其实你是可以换各种各样的一个头像 比如说一个熊 或者是一个跳舞 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在这里边去上传一个图片 比如说继续上传我们的频道的一个logo 然后点这个logo 好 我们现在logo也上传好了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做我们的主要的一个区域 我们回到play with clay 里面看一下 首先我们设置这样一个进度表 对吧 这样一个board 然后来控制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进度 然后每一个卡片里边 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个具体的内容 点开它 你可以看到这里边有缩列图 然后有发布的时间 有数据分析的一个报告 然后有一些状态 对吧 然后下面有标题描述和标签 这些全都是完全可以自定义的去设置的 我们现在就来做这样的一个面板 然后我们回到link cap 那怎么样做这样一个面板呢 其实所有的notion里面 新建东西全都藏在鞋杠里面 点鞋杠 你会这里也写到了 当你去打鞋杠的时候 来输入命令 点鞋杠 点鞋杠之后 你会发现可以输入文字 可以新建一个页面 可以新建一个to do list 可以新建一些标题 表格 然后甚至等等很多很多东西 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 代database代数据库的一个表格 我们就选择inline的database 然后点它 点它之后 你会发现这只是一个表格 这不是我们的面板 对不对 其实这里面面板就是表格 表格就是面板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你看过我上一期节目 关于notion的上一期节目 你就可以知道它中间是可以变化的 我们一步一步来 link app 给它表格起一个名字 叫link app 然后link app之后 有一个add a view 增加一个展现的方式 点它 点它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原来默认的是一个表格 我们可以改成一个面板 然后点击创建 然后这里边就变成一个面板 我觉得现在的页面有一点问题 就是所有的内容 都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了 然后我现在想要让它占据整个的页面 我就点右上角是三个点 三个点下面有一个全屏模式 全宽模式 点它 然后我们页面就变成占据整个的空间 我们还是点BOD这里 然后切回到一个默认的一个视图里边 默认到一个表格 然后我们来现在就开始自定义我们的一些重要的参数 点击这里这个new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箭头 对吧 点它之后 可以新建一个模板 点它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 open as page 让它把它最大化一点 点它之后 还是一样的 它现在只是中间这么小6 对吧 我们把它点击三个点点全宽模式 让它放大 然后在这里给模板起个名字 我们就要开节目模板 这是模板的名字 然后下面我们就可以开始自定义了 首先我们这一期节目什么时候上线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日期 对吧 然后再点日期的属性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改个名字 上线日期 给它上线日期 然后点上线日期 右边就可以针对每一期节目 具体要几号上线 去来设置一个日子了 这个里边我们可以多说两句 这个挺好用的 你可以比如设置11月23号上线 那么它上面就显示11月23号 但是如果说你的项目 它不是某一天 而是某一个时间段怎么办 比如说我这个项目是23号开始 30号结束 它其实是占了一周的时间 对吧 我们在这下面有一个end date 把它激活 你就可以设置一个开始的时间 再设置一个结束的时间 这样它在整个的状态里面 它是一个时间段 所以我就是说它基本上是能满足 我们大部分的一个自定义的需求 就是说它真的非常非常的灵活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提醒 如果说我们这个项目快到期了 它是可以提醒点击右侧的小线头 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在这一天的早上9点钟提醒 也可以提前一天 提前两天提前一周都可以 然后下面如果说你日常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 你还可以把具体的时间添加上点它 比如说上午12点 那就是在2021年的11月28号的上午12点 我们这个节目要上线 我们这个其实架不架都行 我们就把它打开就行了 然后把这个日期给清空 然后我们再添加一个我们现在节目的状态 对吧 我们这个节目有可能会处于在不同的状态里 我们点这个text 然后点击select 就是选择是单选 点它 点它之后我们来再去给它改个名字 叫做节目状态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节目的话 我首先需要有想法阶段 可能是一个计划 计划 然后敲灰车 好 然后再往下今天 比如说我计划完了之后 我可能要写脚本 脚本 写完脚本 我们可能就开始要拍摄了 拍摄 拍摄了之后 我们可能是要剪辑 剪辑了之后 我们需要写一些运营上线 名 然后运营了之后 我们还有一部叫数据分析 我们会针对这一期的内容 看它的数据 哪里表现好 哪里不好 在哪个时间点 观众都跑了 对吧 说明这个节目有问题 我们会进行一个数据分析 然后来去做一个完整的报告 那么这里要打下数据 计息 好 数据分析之后 这一期节目就算完整的结束了 对吧 再增加一个状态叫完成 好 这样我们整个的一个节目状态 就全都做完了 我们看到有没有 这个脚本和运营是同一个颜色的 我们还可以改一个原色 比如说我们把运营改一个颜色 在它后面的三个点点它 就可以增加一个颜色 然后把它增加成黄色 这样每一个进程它就不同的颜色了 好 我们那么默认的就是 肯定是在计划中的一个状态 那做完了上线时间 做完了节目状态 它原来它会默认有一个text 就标签 我觉得这个标签 其实不是很有用 对我来说不是很有用 当然对很多人是有用的 你可以根据你的状态的加或者不加 这个标签和这个节目状态 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你看节目状态它是单选 你只能选一个 那标签 你可以打上很多很多的标签 对吧 比如说男性 比如说15岁 然后比如说正在上学 对吧 有很多很多的标签可以加 只是说针对我这个项目 我可能标签不是很重要 我们就点几个点 然后delete删掉就好 或者点这里 就delete这个属性 把它删掉 然后如果说你想要去改变它们的位置 也很简单 就前面几个点拽着它 按住鼠标 就可以随便改变它顺序 这也是我觉得nosh特别方便的一点 你要是拿什么word 其他的东西就好像这些操作就没有了 好 我们这个模板里面还需要什么 现在有上线时间 有节目状态 那么我还需要来上传一些文件的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需要苏略图 可能点它加上一个改名叫缩略图 然后来选择一个类型叫做文件或者媒体 点它 这样我们再点缩略图 右边的空白的地方 就可以上转一张图片了 我们的团队就是美工和运营分开的 美工做完缩略图 他就可以上转在这里 然后运营小伙伴在上传节目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图片下载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团队的成员 都需要说谁在参与的项目 对吧 我们继续来添加一个 成员 然后来选择person 然后点它 然后点它之后 你在这里边就可以添加了 比如说随便随便 就我自己 对吧 我每一个项目肯定要参与完了 其他的就再去点就好了 然后这几个状态加完了之后 我觉得 就对于我们这一期节目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针对你自己的项目 你可以再灵活的去增加很多的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再增加一些 比如描述的文字 或者增加一些任务的清单 比如这个checkbox 你都是可以添加的 总的来说还是很方便 然后我们针对我们这个项目 就是结束了 然后点击前面 把多余的删掉 好 然后在每一期节目里面 我们除了这些常规的一个参数 我可能还会在里面写脚本 为什么 你写了脚本 其实对于所有团队成员 他都会第一时间知道你这个节目是做什么 因为你这个节目可能是导演做的 对吧 摄影师不知道你要拍什么 他看了脚本才知道他拍什么 剪辑师你要根据你的脚本来去剪辑 运营的人 他也不知道你这期节目做的是啥 他打运营了对不对 所以脚本很重要 我会在下面这个地方来打脚本 当然了你也可以在这里增加一个属性 增加一个属性之后 你看这不是有文本吗 理论上来说 你是可以在这里面去打脚本的 但是这个东西经过我时间长去做测试 我觉得在这里面写脚本不太方便 比如说你就是想换行就没法换 对吧 你必须得shift回车 就不太方便 我觉得在这里面做标题是可以的 比如在这里面改成标题 那么我们这期节目的运营的标题就可以打在这里 但我一般就还习惯全放在一起 所以就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放在这里 但是大家如果不需要做这么复杂的项目 你有一些简单的文本完全是可以加入在这里的 接下来我要在下面像我的老吴的一样 点着卡卡的老吴 随便打开一期节目 打这个头本 你看我的脚本前面有一个小三角 点开了之后是我的一个脚本 然后再点这个三角就把它折叠起来了 然后下面是我这一期节目的标题描述 以及标签 这些都是做过SU的 我们想做成这样的一个排布 怎么做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linkcamp里面 然后我发现这里名字没有改 我们再改一下 点它 节目名 好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模板里 那模板 你看我们关掉了 我们找不到了 对不对 我们点这里 点还是点三角 然后我们这里找到了这个linkcamp的节目版 对吧 点右边是三个点 编辑 对吧 你不光要退坐 你还能找到在哪改 这个也很重要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一次给它做完美 你可能需要不停的修改 然后继续把它放大 放大了之后 我们来去增加脚本的位置 刚才咱们说了 咱所有东西全都打鞋盖 这个也是不例外的 打一个鞋盖 然后你往前拉 它这个东西三角形叫做togolist 你就直接打TO 它就可以快速的出来了 它就可以快速出来了 点它 然后在这里我们就输入脚本 之后我们所有的脚本就可以写在下面了 这里有一点要注意 如果你直接回车 然后你就开始写脚本 你会发现它单出了一行 对吧 我们怎么样才能写在脚本里 我们需要把这个键条打开 然后这里边的内容 就是写在脚本里的内容 比如打开 大家好 欢迎来到零开 这就是一个脚本 然后再点这个三角 它就收起来了 对吧 现在脚本的事情搞定了 我们下面要做运营方面的东西了 左边要标题 中间是描述栏 右边是标签 这怎么做 我一般习惯在脚本下面加一个分割线 像这样的一个分割线 分割线那么加 我们在脚本里面敲回车 敲回车之后 它默认的时候是跟上面是一样的 带这个三角形的 我们再delete把它删掉 然后再继续敲这个斜盖 斜盖之后我们来往下拉 这里有一个叫divider分割线 双击它 好 这样我们就成功的加了一个分割线了 在下面我们来敲标题 然后描述 标签 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正常来输入的话 每一个都是单独一行 对不对 它没有办法变成三列 这怎么办 这就是一道一个小黑科技 我们首先把这个标题 它本来是要放在第一个呢 我就把它拉下面来 拉下面来之后 我再去拽它 然后上下拖动的时候 你会可以看到 它可以蓝色的线 就是它即将插入的位置 对吧 它只能插入到描述栏的上面 或者下面 对不对 我现在要把它放到左边 我就把小手往左边拉 这个蓝色变成一个左侧的一个小树线 看到了吗 然后再一松手 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把这个屏幕分成两块了 对吧 然后把这个标签拽到这个后面来 你会看到变成一个蓝色的了 对吧 松手 现在我们这个屏幕呢 就分成了标题描述和标签 对吧 然后我想分别在这个标题下面和描述下面 和标签下面 分别加一个这个分割线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分割线 C复制一下 然后在标题这里回车 然后CommodeB 还加一个分割 这里也是一样的 粘贴一下 好 这样我们整个模板几乎就建好了 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加入一些字 这里是标题 然后这里描述 这里是描述 在这里 这里是标签 好 这样我们的一个节目的一个模板就算做好了 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主页上 回到主页上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新加一个卡片来试一试 点这个小三角 然后呢 就是从我们的这个刚才做的这个模板里边 来新建一个卡片 新建一个卡片呢 我一般来说就是E开头 E1就是第一期节目 然后空格一个简号 比如说储能行业展望 那比如上线日期呢 我们可能定在下周六 然后节目状态呢 那现在是一个计划中的状态 然后呢 缩略图我还没有 对吧 成员加上我自己 然后这里边呢 可以这个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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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脚本 然后这里呢 可以这个起一个进入标题 对吧 然后呢 那个描述呢 就在这里 对吧 然后标签呢 可以在这里 起多个标签 那这样我们一期节目就算是做好了 对吧 然后你会看到这里边呢 就多了一个小卡片 这卡片呢 也是一样的 可以上下挪动 然后我们来想要最终的效果是 Play with Play 这种一个项目进度面 对不对 我们可以点这个点回来 然后点击这里的默认的视图 点它 点它之后呢 切换到这个面板的视图 我们就有了这个项目进度面板了 这个有个无项目状态 我们这个不需要让它转身 把它隐藏掉 好 这样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第一期节目呢 就是一个名称 现在它处于这个计划中的状态 当这个计划完了我要进行写脚本的时候 我就只需要直接把它转过来就好 然后脚本写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到拍摄到剪辑 就一步一步的就最终到完成阶段 就直接挪动就好 然后呢 你会发现我这里边好像少设置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的这个图标啊 现在还是一个小表格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重要 但是我就做了会更好看 我们还是重新编辑一下这个模板 点这个三个点 然后编到编辑 编辑之之后呢 你看这个鼠标放在最上面 你可以给它加一个banner 也可以给它加一个图标 加一个图标 加一个图标之后呢 再点它上个来一个图片 我们来把我们的logo上载上去 然后这样我们就有一个logo了 好 我们这时候我们再去新建一个 点这个new home的箭头 然后点我们这个模板 然后比如说我们再做一个第二期 比如说电池行业什么 然后上线日期 那比如我们设在这个11号 然后这里边可以写脚本 然后标题 描述 然后标签 然后把它关掉 这样你看我们在新建的时候呢 这个卡片前面就有一个 这个我们的小图标了哈 其实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 没啥大用 但是确实比较好看 然后呢如果说你的这一个卡片呢 其实已经里边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东西是可以重复利用的吧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描述啊 比如我们标签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我们之后再去新建一个卡片的时候 也不是说每次都需要 在这个模板里面从零开始新建啊 我们只需要把它复制粘贴就好 哎我做第三期的时候怎么办啊 我第三期的时候可以点这个第二期的 这个右边的这个三个点 点它呢有一个复制啊 duplicate 就复制出来了一个第三期 然后我们就可以改个名字 第三期 比如说这个太阳能行业展望啊 然后就其他的东西呢 就是你第二期用过的东西 比如标签啊什么就全都复制过来了 就很方便啊 好那么我们在随着项目的进度呢 可能你的第三期还在计划中 第二期已经到了拍摄阶段啊 第一期可能已经啊已经进入到数据分析的阶段了 这样我们整个项目的这个面板已经做完了哈 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啊 接着往下看啊 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面板下面呢 是左侧是一些产用的我们的文档 右侧呢是我们的日常管理 那这里又需要一个分屏了 对不对 我们先来做哈 回到这个link cap 如果我现在是新做的一个呢 我可能会觉得想把它做的更好看一点哈 加一个di v 对 增加一个分割线 增加一个分割线呢 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区隔哈 然后在左边呢 我们这里边我们敲啊频道文档 然后右边呢是频道日常 我们直接拉这个频道日常呢 拉到这个右侧啊 这会变成一个小栏盖 对吧 跟刚才一样啊 我们松手就把它左右划分了 日常呢 通常来说会大一点对吧 我们再把它这个地方给分配一下 好 然后下一面一步呢 大家一定要看好了 就是点这个link cap这个项目面板的前面的这个路点 然后我们来选择复制链接啊 这很重要啊 复制链接 复制链接之后呢 在这个频道日常 然后敲一个回车 新做新的一号 然后这时候卡梦的V 或者你右键也行啊 粘贴 粘贴了之后呢 它会有三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 就是不管它 那就剩下只是一个链接而已 第二个选项呢 就是创建一个相连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点这个 然后你会发现 哎 这个东西呢 这个列表的方式呢 它就粘过来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 它们两个是相连的哦 就你修改这里 这个就变了 你修改这里呢 这个就变了 那我们要把它变成一个日历一样的东西 我们需要给新添一个试图 然后增加一个日历 点它 然后点创建 然后瞬间啊 就变成了一个日历了 对不对 然后你看我们在这里边呢 每一个里面设置的这个日期啊 上线的日期 比如说第三期是 11月的11号 对不对 那跟它呢 就一样了 对吧 这是 12月啊 12月11号 然后我们直接在这里面拖拽呢 我们整个这个卡片的日期也会跟着变啊 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已经给它拖拽的 随便拖拽的一个14号 12月14号 第三期 然后点个第三期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已经自动修改到12月14号了 对吧 这就是notion比较牛的地方呢 它完全非常非常的智能 那我们就按照每周六上线一期新节目来进行一个拍播哈 那如果你的这个状态呢也是一样的 当你这个计划呢 从计划中变到这个制作脚本阶段了 然后你再去点它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它的状态自动改变啊 对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的进度面板和日常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其他的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了 就是正常的一些频道经常会用到一些文档 我个人习惯呢 就是像这个play with clay 我们可以看到 我正常的习惯呢 我是会把所有的文档呢全都列在这儿 然后用这种小箭头的方式 哎 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收纳哈 这样我需要用到的时候我就把它收起来 哎 就非常非常的整齐对不对 我们现在来做这个一步哈 回到这个link cap 然后在这个文档下面呢 我们点这个斜杠 然后打这个TO TO呢 第二个就是toglist 点它 就变成了这个箭头的了 第一个呢 我们来叫做频道定位 好 然后在频道定位下面呢 我想加入一个表格 哎 这样会更加的这个整齐哈 那么我们来打这个鞋盖 增加一个table sorry 打错了 table table呢 值得一提的是它现在增加了一个新的table 这个table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那点它之后呢 你会发现哎 这个有什么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呢 这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表格嘛 但是这个表格他以前notion是没有的 以前我这个球爷爷高奶奶就希望他给我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表格 而不是说这种带数据裤的表格 但是他就没有 那最近呢 就非常非常好 就在我这个做这期教程之前呢 他刚刚更新了 他增加了这样一个默认的表格 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好啊 然后在这个表格上面呢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设置啊 选项点它 我们可以给他增加一个这个树栏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栏位啊 然后增加一个横栏 这样的手行和手链呢 就变成一个固定的颜色啊 然后把它调整一下位置 然后给它放大一点 比如说你这里边可能会设入一些比如说项目啊 像频道名我们频道的口号啊 人设接下来可能是目标观众节目形式 然后是观众收获的价值频道价值观啊 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都可以打在这里边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去输入你们相应的东西了哈 然后点这个箭头呢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就非常非常方便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继续来新建若干的东西啊 这里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小技巧啊 如果你在这个下面的空白的地方啊 现在点不了这空白的地方 如果你这个空白的地方呢 就比如像这样啊 空白的地方你去输入呢 它输入了什么字 对不对 那你不停的想去新建这种三角形的这种 这可以折叠的这种小的箭头呢怎么做呢 你就直接在这个频道定位的右边啊 确保它已经折叠起来的状态呢 你来敲个灰车 它就自动新建出来了一个三角形了 你就不用说每次都敲这个鞋盖了 对不对 然后频道定位之后呢 那可能是这个矩阵的账号 矩阵的账号呢 一样的啊 在下面 然后呢 然后呢 在这里边呢 我们一样的把它这个颜色改一下 那么这里边呢 可能比如说哈 YouTube 然后这里面是账号 这边账号啊 这里是密码啊 那因为我们这个账号多了嘛 那么你每一个平台的账号密码啊 可能设置的都是不一样的 对吧 那你这YouTube还要里面 Instagram Instagram 再往下 还有Tit talk 对吧 这样有一些比较机密的东西啊 就是 但是呢 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机密的东西 你是可以把账号密码留在这里面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会有变线的脑图 然后打开它 你前面两个呢 我们都是表格 对吧 然后呢 下面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入一个图片 斜根 然后加入一个打im 就可以出一个image 给它 这样就可以上传一个图片 比如我们这个 长到变线 OK 把这个变线脑图装上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一个频道的一个 大概的一个列表 就算做好了哈 你会发现这个箭头 其实我觉得真的蛮方便的 这个每一个人呢 可能都有自己的不同的习惯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去设置 那我觉得这个箭头最大的好处呢 我觉得就是它比较整齐 而且在这个箭头下呢 比如说随便 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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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个线头下面之后呢 你可以加任何的东西 你可以加入一个这个board 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我们举个例子 Copy link 在这里呢 添加 创建一个相关联的数据库 对吧 你可以把这个 直接把这个列表放在这下面 就把它收起来 你当然这个列表 你在这个列表前面 你也可以加这个三角形的一个 可以收收纳的一个小标签 就直接把它收起来 包括这日程也是可以的 就你所有东西 它都可以通过这个神奇的三角形来实现 这是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 当然这也是我的一个个人习惯 大家不一定一定要跟我做的一样 就这个notion最大好处就是 你想让它是什么样 它就是什么样 就非常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下面加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去买菜 对不对 我今天去买菜 那我有一些任务 那我需要确保我每一个任务都做完了 对吧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叫 下面是吧 to do list 对吧 给它 那我们这里可能需要买大米 大米 然后豆腐 然后大豆炭 这个也是可以把它加到下面了 然后你甚至可以多个东西 这样一收就好了 你买完了 那就点点点 对 notion也是有手机端的 所以你把它当作一个即时本 也是非常好用的一个东西 对吧 那这个呢 没有过后就删掉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就教大家做的一个notion的模板 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那么我的notion模板 我会把我的链接分享给大家 放在下面的影片描述栏里边 大家可以去下载 如果大家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问题 都欢迎你加我的微信 或者加我的微信群 当然也欢迎你在视频下面留言 这些都ok 我会回大家的每一条消息 如果今天的节目有帮助到你 也请大家帮助我 帮我点赞订阅多多的支持 记得打开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和支持 就是帮助我们继续出这样的干货 最好最好的帮助和动力 那么我是每周给你带来YouTube 运营和推广干货的老吴 我们这个视频就是这样 我们下周不见不散